反射 波在前進的時候 打到東西彈回來 叫做反射 波都會反射 而且波的反射 通通都會遵守 反射定律 反射定律有兩點 第一點 入射線、反射線跟髮線 在同一個皮面 入射線、反射線在髮線的兩側 第二點比較重要 入射線會等於 反射線 入射線會等於反射線 我們未來在學光的時候 我們有一些題目就是 考這個 入射線要等於反射線 這裡好多名詞 入射線、反射線、髮線 入射角、反射角 什麼叫入射線、反射線 什麼叫入射角、反射角 入射線 入射坡的前進方向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打籃球的插板得分 你把球丟出去 球主的路就叫做 出去的路就叫做入射線 入射線 反射線 反射坡前進的方向叫做反射線 打籃球打到彈出來 彈出來就叫做所謂的反射線 反射線 髮線 垂直的線 在那裡打到那一點 垂直的線叫做髮線 叫做髮線 那啥叫入射角 入射線跟髮線 看圖 入射線跟髮線的假角叫做入射角 入射線跟髮線的假角叫做入射角 入射線跟髮線的假角 入射線跟髮線的假角叫做入射角 那同理啊 那什麼叫反射角 可以猜得出來嗎 入射線跟髮線假角叫做入射角 那什麼叫反射角 很好 就是反射線跟髮線的假角叫做反射角 重點 入射角會等於反射角 重點 入射角會等於反射角 了解一下什麼叫入射線 什麼叫反射線 什麼叫髮線 什麼叫入射角 什麼叫反射角 重點 入射角會等於反射角 OK 這叫做打到東西彈回來 這樣叫做反射 反射的時候 波速不會變 頻率不會變 波長不會變 不會 你為什麼知道波速不會變 你說什麼 同一個戒指啊 彈回原戒指啊 波速指跟戒指的種類都要有關對不對 同一個戒指啊 波速會怎麼樣 一樣啊 你怎麼知道頻率會一樣 這個答案很簡單啊 不然就有鬼了 一秒鐘丟兩個球打牆壁 你看彈起來有沒有來 兩個啊 慢慢三個就有鬼了 一秒打兩個 彈兩個嘛 正常啊 所以頻率要怎樣 一樣嘛 那為什麼頻率一樣 重點就一樣 為什麼頻率一樣 重點叫一樣 因為頻率的重點叫做 親密關係叫做 不為倒數啊 所以當然頻率的重點就會 一樣 那為什麼波長就一樣 因為V等於F才能按答 波速是頻率成波長 結果波速一樣 頻率一樣 那波長呢 當然要一樣嘛 大家都一樣 那只有一個會不一樣 誰不一樣 政府 為什麼政府會不一樣 因為能量會損失啊 打到以後能量會損失啊 政府的大小代表什麼 能量啊 能量損失的重就會變得比較小一點啊 所以通常政府會減小 因為能量會損失的關係 叫做入射波與反射波的關係 這個國中針現在不重要 如果是直線障礙物波形不會變 我都講過了 國中現在基本都是波形都不會變 所以不用特別講 反正我們都是 麻煩是都不處理啊 就處理最簡單的 原來反正直線障礙物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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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到後面講光的時候 就跟各位講折射 他有一個折射定律 那以後再說 我們以後再討論 你只要知道說 我從波從甲介質進到乙介質 因為密度不一樣 所以波數不一樣 所以前進方向會不一樣 這個現象稱之為所謂的折射 好這就是讓你了解一下 這裡的一個重點就是反射定律 反射定律的重點就是那個入射角會等於 反射角就是我們需要記住的事情 OK